红木做成这个样子 身价暴涨一百倍 还算浪费 老外五百块买回一块红木 放在车上倒汤 成品直接买了五万块 结果却被同行说浪费材料 就是这块红木 整整花了老外五百块 老外本身就是木工出身 他打算将其做成一个木制品 提升其身价 固定在车床后 老外拿着车刀 开始对着木工进行瘦身工作 他先是按照同行大佬说的做 把这块红木的树皮全部撤掉 让其露出红木漂亮的树纹 红木木制品 为什么能卖那么贵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就是材料短缺 二就是出材率低 红木使用的只是红色部分 外层的白色要全部切掉 不然不算红木制品 三就是加工成本太高 红木的硬度太硬 加工工具容易损坏 而且耗时长 再加上制作过程中 产生的损耗 都无意中增加了成本 所以 老外正在车销的部分 就是外层的白色树层 销了几分钟 停下来一看 白色区域还是蛮多的 看来要车好久 别看飞出来的木线那么多 但实际上也就一点点 并且用的尽要够大 不然还不懂要销到什么时候 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块红木就改变了形状 由原先的圆柱体 变成了弧形 做成弧形 是要做成什么木制品 可能有一些老观众 看着老外车 这另一端 就猜到 要制作什么了 你们猜得没错 老外就是制作一个罐子 做一个罐子 那内部必须要掏空 老外换用另一个工具 将工具间的一头 从外往内车去 万事开头难 老外车了十多分钟 才撤出一个口子 对此 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疑问 他为什么不用转头 转开口子呢 我也不是很理解 有了口子就好办了 直接往外拓展就行 此时 从里面飞出来的木屑 大部分是红色 这说明 正中间的木头 都是红木的直前区域 现在这样子消掉 是不是太浪费了 对此你们的看法呢 这样子掏空木头的内部 确实有点麻烦 而且还十分地浪费时间 不过为了多挣钱 这位老外也是不怕辛苦 硬生生又坚持 干了两个小时 终于将里面的空间 掏空成罐子的形状 将里面满满的一对 红木木屑清理出来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了 利用另一种工具 将罐子的厚度再削薄一些 之后再对其内部进行打磨 表面的弧度感觉不是很匹配 老外直接将其再削掉几层 也是用砂纸擦拭几番 磨掉车销造成的粗糙之处 拿来腊油 用刷子均匀地涂抹在表层 其就散发出亮闪闪的色泽 搭配红木独特的纹路 真是太吸引人了 从车床上将其车下 再按照刚才的步骤 给红木罐子的内部 也涂上一层腊油 涂抹好后 就可以拿去出售了 很多人看见是红木做的 都很有兴趣 因为红木做的东西 收藏价值都很高 所以在抢购中 这个活红木罐子 直接卖了五万块 身价相当于涨了一百倍 但同行听到他的制作过程后 却说他真傻 真会浪费材料 如果把正中心的红木块 完整地取出 做成杯子或者玩具 肯定比现在挣得多 对此你们觉得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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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